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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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morning everybody 各位大家早安 今天很高興看到這麼多學員 跟這麼多貴賓 歷領我們英哥陶瓷博物館 那在這兩天呢 就是參加我們這兩天的講座跟工作營 那這兩天的講座呢 我們當然也邀請了國內外的藝品家 來評論我們的展覽 那也邀請了我們的得獎者跟評審 來分享他們的一個創作的一個經驗 那另外特別呢 也是今天晚上 我們也就是第一次嘗試說 試著在夜間做一個幻燈片的一個作品分享 那地點我們就是選在我們後面 陶瓷藝術園區的國際駐村研習中心 那相信很多貴賓跟很多學員 都沒有去過我們的這個研習中心 那這個研習中心其實呢 我們從去年開始營運以來 一直都有我們國際的一個朋友在那裡 就是跟民眾就是做一個創作一個分享的過程 那也歡迎大家這兩天有機會呢 到我們後面園區去走一走看一看 另外就是因為現在是正值我們台灣的一個暑假期間 所以我們暑假期間呢 也特別安排了很多的體驗活動 讓親子讓小朋友讓大小朋友都可以來體驗跟參與 所以呢 邀請大家一定要去看看我們這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會從後天開始 這兩天大家就是在這個講座的過程之後呢 歡迎後天繼續來參與我們博物館的一些活動 OK 那另外呢就是這次雙年展的作品呢 現在正在我們三樓展出 那也歡迎大家就是利用時間呢就是去走走看一看 那我們也是說 在每個戰亂的中間我們都安排不同的一個體驗活動 這次戰亂我們特別安排了說 欸 寫信給藝術家啦 或者是說讓民眾來參與當評審的工作 也許民眾的一個觀感跟專業的一個觀感會有不同 那就是讓不同的 觀點進入到我們這個博物館這樣的一個領域 那最後呢就是代表陶博館歡迎各位 那也歡迎各位就是祝福各位在這兩天 有一個美好滿滿的收穫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就進行我們今天早上的展覽評論 那我們首先先歡迎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學系 劉正中教授 還有我們的自由策展人極力評價巫淑之女士 還有獨立作家評論家及策展人莫拉女士 請三位上台 請三位上台 我想今天呢 我想今天呢是2012年 陶戰中邀請一個觀看 在這個表演演講座跟工作營 這個四年的時間 陶藝的算年展的競賽呢 這四年的時間 讓我們瞭解在陶藝的變化上面有哪一些不同的轉變 這些轉變跟時代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同時也顯示出陶藝將在這一段時間所做的一些努力 還有就是整個陶藝的趨勢跟轉變在這四年裡面發生了哪些事情 終於我們在樓上的這些展品裡面我們可以略知一二 今天非常高興在開始的時間裡面 我們邀請了兩位的這個策長人 這個策長人也是陶藝的專家也是評論家 這兩位分別是台灣的溫淑之溫老師 另外一位是來自紐西蘭Mora女士 他們今天分別會就他們對陶藝的觀察做他們的一些見解 今天的這個工作營除了兩位把他們的見解能夠說出來之外 也在最後的時間留了15到20分鐘 讓各位能夠提問 也希望藉這樣的一個機會裡面 我們跟策展人、專家有一些交流 同時也對我們這次的展覽有一些看法能夠提出來 讓這個專家策展人跟作者甚至對陶藝愛好者 能夠在這樣的一個場域裡面能夠獲得一些交流 我想這個時間非常寶貴 我們就先邀請第一位的這個講者 就是溫淑之溫老師來為我們講他的一個題目 他的題目是叫做複製 開始《重覆陶藝製作與再建構》 主要的就是在陶藝的作品裡面 很多是透過複製的手段把這件造型能夠重覆產生 在這個重覆的過程裡面 如何在觀念上如何在意義上面有所轉化 這裡面利用陶瓷的複製成效果能夠達到一個 怎樣的一個狀態 溫老師用他卓越的對陶藝的觀察 來提供一些跟我們做一些見解 我們現在用熱烈的掌聲來歡迎溫老師 謝謝 非常謝謝劉老師 也很謝謝大家 今天早上一早就來這邊參加講座 會計研討會工作營 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重複這個概念其實在我們生活中是運用很多 那為什麼會選擇重複這個概念 來觀察這一次雙年展的作品 原因是因為我過去多年以來 來觀察當代陶藝的作品 我總覺得很多的作品當中 都隱隱約約有隱含著重複的概念 可是每一件作品表現的可能不太一樣 不同的方法或是不同的概念 可是走刮可以用重複的概念去含設 然後這一次在雙年展的這個參展的作品當中 我也看到同樣的一個特徵 所以說就是受邀來做評論的時候 我心裡就想說那我剛好趁這個機會 就把我所看到的在展品中所看到的這個重複的概念 做一個歸納整理 那就用這個來跟大家分享 所以說用這樣分類的這種歸納之下會有兩種缺點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每一個作品它的一個觀察方式 或是它的角度其實應該是多元的 但是我這樣子的分類之下可能只是用某一個角度來分析它 而且是某一個角度的重複概念來分析它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對一件作品的介紹比較周全 那第二個就是重複的概念本身 可是當我們在分類的時候 可能假分類假的類型 就是說假的這個重複的概念當中來形容某一件作品 可是有可能它也同時還要以秉丁 好幾種那個重複的角度 可是因為我們就是分類討論的關係 其實就直選某一些作品是在某一個概念之下來討論這樣 所以說當我們看到作品的時候就會受到這些的局限 那再來呢 就是當我們選擇作品的時候 其實在同一個重複的概念之下 好多作品都是有同類的一個作法 或是同類的一個呈現的角度 但是呢 因為我們實踐的關係或是篇復的關係 選擇的可能是實踐中的某一兩件 或者是兩三件 所以說沒有辦法涵蓋很多 那這也是在我們就是這樣的觀察 或是這樣的文字稿當中 是沒有辦法涵蓋的周全的部分 那在此就是跟大家先說一聲抱歉這樣 那好 那首先我想就是重複的概念 我先從兩大範疇開始跟大家介紹起 那第一個範疇呢 就是跟陶育的製程有關係的 各位知道在陶育製作的過程 就是很多反覆的動作嘛 這個反覆的動作其實塑造出好多各式各樣的一個重複的概念 在作品中 那第二個部分呢就是這個重複的概念 其實它有某一種相似性 就是說作品的造型跟現實實物之間的也有相似性 這個部分的一個重複 那這樣聽起來一定大家還是覺得很奇怪 到底裡面在講什麼東西 那我們就往下來來討論 第一個我們先從重複製程複新意 就是從陶育製作的過程當中去看出製程當中的重複的手法 怎麼樣展現出作品來 那我分成四個部分來討論 第一個就是材料加工 那主要是在煉土 傳統的陶育製作的過程中 會有柔土的過程 那柔和過程或是反覆製作的過程呢 其實手工性就是很強 那第二個部分是成型的技法 那各位一定都是對於陶育製作非常熟悉的人 那成型的技法可能包含了捏塑 陶板 或者是泥條盤珠 或者是其他的一個手法 成型的技法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它的重複性 那第三個是表面處理 這邊所謂的表面處理 其實原始的話應該是 比方說柚或者是化妝圖做一些效果 那演變到後來可能也有一些彩繪或是其他方式 所特別做出的齒感 那這些都包含在表面處理的范褲之內 那第四個就是其他的手法所呈現的重複性 好 那以下呢 我們就很快的在每一個分類當中 就舉一兩個或是兩三個作品 然後跟大家做介紹這樣 那首先就是材料加工的部分 剛剛提到了 就是在陶育製作的過程中 項鍊土等等的 非常強到一個手工的反覆 那我們看這兩件作品 主要它刻意的在 就是在捏塑的過程中留下手的痕跡 或者是右邊這件作品呢 它就是用就是一刀一刀的刻畫出這個矩形的一個切口 然後一方面就留下那個時間的痕跡 一方面也留下身體 就是機械性的反覆的這個律動 那它的重複性是在這裡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成型的技法來看 那主要這個範圍裡面 談到的是透過不同的成型技法 來就是重複的這個程序 或是重複的造型來呈現 那以下分成四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部分是成型的技法中 不管是拉胚啦 陶板啦 泥條啦 捏素啦 或是用翻模來製作 這一類的作品主要在尋求一個作品之中 內部的幾個造型之間的 接近一致 或者是完全一致 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比如說 左上角這件作品 可能類似 類似陶磚 就是它的形狀當然不是非常的 那個 非常的 或是完全的相似 就是接近的相似 那接近一個 幾何矩形的一個造型 去堆疊起來 那像右上方就是用柱江塵形的 幾個瓶罐的造型 可能兩種瓶罐的造型 那用不同的色彩去組合而成 那下方的話呢 可能就是用那個拉胚成型 或是捏素成型的 這些腳胎的一個效果 那做出類似的 或是表面上面的線條 以及就是說類似的杯跟杯墊之間的一個關係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成型技法中第二個部分 就是雕塑 或是說比較合乎現代的說法 是說裝置 這種裝置的作品 其實它內部會有好幾個 元素 它作品中會有好幾個元素 所組合而成 那通常它是這個好幾個元素之間 可能會做一個蠻一致性的造型 然後在每個元素之中 再做一些細部的變化 那這種的作品 就是在這個單元裡面 我們所要跟大家介紹的 那例如說 我就舉了五個作品 我給大家參考這樣 那像左上角 這個就是接近那個圓錐形的 這種個別的元素 然後每一個元素 它的細部都有點不一樣 那像右上角 看起來是一個方方的這個盤狀 那可是每一個盤呢 略略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那像下面的這三個呢 就是造型上有可能是造型上一模一樣 可是用色彩的變化 來區別出細微的差別 或者是造型很類似 可能是用不同的比例 來呈現一整組作品的差異性 好 那在呈現技法中的第三種 我把它歸列成叫做 重複的造型再破壞 那就是這次得到首獎的 這位香港的曾商城先生 他的Slash and Wonder這件作品 它就是用拉配成型的兩個碗狀的器型 擺置在那邊 然後再用一道好像是斷裂掉 可是實際上這個力道是連貫的 這樣的一個力道去穿透它 那它的重複事實上就是在兩個拉配成型的碗 然後再加上破壞這樣的應用方式 那再來呈現技法中最後一個 就是這個重複的造型 僅止於視覺效果 就是說我們視覺效果上看起來 它好像是反覆的那個 就是用前面所說的 種種的成型技法去反覆做成的 可是實際上並不是 那視覺效果上面 我們是看它以為是一個個點上去了 實際上不是 那剛好以下的兩件作品 都是韓國朝鮮的兩位作家所做的 比如像左邊這一件作品 那其實它的成型方式是泥條盤竹 那大致上的那個形狀堆疊起來之後 那在等乾燥的時候 再把多餘的泥土慢慢地刮出 然後呢就形成了書 一本一本往上堆疊的樣子 那我們乍看之下以為 這可能是下面一本一本書往上疊起來的 不過那是視覺的一個效果 那像右邊這一件作品 它就是用一個特殊的 比方說像塑料、瓷土、那混合在一起 那因為這種特殊的材料 那好像敷在這個網架上 譬如鐵絲網上的那個網架上 那敷過去的時候 透過這個網格的滲透 那讓這個材料附著在這個階梯上 那我們看起來以為是一個階梯 那事實上是背後的網格 所塑造成的這種形狀這樣子 好 那第三種 就是在那個陶藝製成有關的 第三種是表面的處理 那這邊所舉的例子是彩繪的部分 那如果用在剛剛所說的 其他的用料或者是化妝圖 那結果所講的那個效果是一樣的 那德國的這位作家他所做的 就是在感染球型的一個表面 那就彩繪了一些幾何的造型 做連續的圖案 那這就是彩繪上面連續的效果 好 那最後一種就是其他的手法所呈現的重複性 那這一種呢 以下的這兩件作品剛好他就是呈現 在作品中會很明確地呈現某一種次序感 這樣的次序感呢 跟前面所說的幾種呈現方法也是沒有關係 那我們來看他怎麼樣呈現這一種次序感 那像這兩件作品上方的這一件是立體的 就是站起來的 那他的那個造型可能從 其實他都是有機的造型 可是就是從方格慢慢地變成斜的 然後慢慢變成小 那他就是從梳到密 從方到慢慢斜 從正到斜 這樣一個變化 那下面這個平擺的這個造型呢 他就是從慢慢從密到梳 那這兩件作品雷同的地方就是他都是方格 然後慢慢慢慢去變化 然後那他的重複性就是在方格的一個變化當中 方格這個造型的反覆的變化當中 好 那接下來呢 第二部分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呢 就是概念性的 比較是去像概念性的這種重複 那之所以說是再建構 主要是 就是這個作品本身的造型 它跟現實的實物 就是外在世界這個實物 可能是自然物 也可能是人造物 就是跟外在的實物之間有一個相似的關係 那以下我就分成三個部分來跟大家討論 第一個就是重複來表達心緒 怎麼說呢 他用重複的整體造型 用來表達某一些特定的情感 或者是某一些想法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是複製現實 就是這個作品 作品呢 它的造型是複製現實的那個東西 它的那個物像 那這個作品呢 可是因為它是複製現實的東西 所以說作品本身 往往你不是很明顯可以看出重複這個概念 那 所以說這樣的作品是一個相當觀念性的創作 那第三個部分是摩用現實 建築用現實呢 它就是拿 可能會利用一些現成物本身 或者是複製現成物的造型 放在它的作品中 重新建構成一個新的作品 好 那這三個部分呢 我們再一一的介紹 往下看 那第一個部分我們就說是 用重複的概念 可是它還來表達某一些情感 或是某一些想法的 那我就取了以下三件作品 來跟大家分享 那包含英國的Duality 還有台灣的Ant Lisboe 還有南韓的江瑩瑩的Rabbit Girl 這三件作品 那為什麼說它是重複來表達興趣呢 像左上角這個兩隻土狼的這個造型 黑白的對比 那以作者的想法 它就是要呈現一個人雙重人格的這種對比性 那像右上角的這個作品 它用人一個捲曲的這個人的動作 反覆的出現三次 那用這種反覆的出現 而且是捲曲的這種動作 其實在呈現一種 一種人性情感上面一種悶 或者是一種某一種痛苦 然後呢下面這件作品 就是用那個兔子的造型跟人的造型 但兩個人在類似的姿態 它所有的重複性是相似的姿態 兩個重疊在一起 那呈現出某一種兩個姿態 共同所呈現出的相同的情感 這樣說好像很抽象 那各位如果收到了專輯 那細部會有那個artist statement 就是作品的介紹 那大家參考細部 應該就可以有感受了 那第二個部分是複製現實 那怎麼說呢 複製現實的部分也有分幾個類型 那第一個類型就是 就是我拿台灣的李宗如他的作品 稻草泥汁來當作一個典型 就是他把現實中的自然物 融進胚體裡面 而且保留他的原型 那也就是複製現實的物像 就是成為作品的一部分 怎麼說呢 像這件作品 如果大家待會有空的時候 可以到現場去看 這件作品還蠻大的 李宗如他就是把那個稻草 直接就是融在作品當中 大家看到那個一根一根的那個造型 重複的這種造型 事實上就是稻草的本身 當然經過稻草以後 稻草本身已經不見了 但是他的造型卻是複製在那裡 而是原原本本的複製 那這種的重複性相當的特別 好 那接下來第二種 就是用捏塑實際上的那個物品 的物像到接近好像翻模一樣 做出來的那麼的逼真 而且所複製的這項 不是什麼樣別的東西 就是作者自己的身體 當然不一定要作者 就是人本身的身體 這樣的作品